在视频开始前先为大家问题 今年买2000家机型时 内存容量的选择上 你会优先考虑多大呢 可以走一波弹幕 去年由于内存闪存供应链价格跳水 16加512GB这种大存数量版本开始普及 不少机型还推出了24GB加1TB版本 关键是大存数量版本价格都不算贵 对比部分旗舰机 闪存从128GB升级到250GB 需要加价1000元 真就属于是升级内存送闪存了 当然现在买新机的时候 大伙呢肯定也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12GB 16GB 24GB 不同容量内存实际用起来 到底会有多大差别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探讯一下这个答案 今年24GB内存新机 相比去年是明显减少了 为了统一屏幕处理器系统散热这些变量 我们选择了A42 Pro和K60 Ultra 这两台去年的日门终端机来进行测试 分别购买了12GB 16GB 24GB 三个版本 总共是六台机子 测试是在室温25度左右进行 手机电量均控制在80%以上 亮度统一为200尼特 系统都更新到最新的正式版 测试分为中高负载 重度负载 极限负载 每个场景复测三次 测试结果接近的情况下 取成绩相对弱的一次 主要是看不同内存容量的测试成绩下限 考虑到大多数用户 微信都是常驻后台的 本次测试中 微信我们会导入聊天数据 来尽可能模拟大家的日常用机效果 中高负载场景里 我们依次打开12款APP 进入二级页面 如果是视频的APP 则是进入播放页面 开始播放视频 然后再打开王者荣耀EVE模式 接着打开相机拍照10张 然后再次按照顺序打开之前的APP 计算后台流存率 测试结果分为三种 一种是第二轮打开 应用完全被杀 回到主页 第二种是应用没有完全被杀 但是二级页面需要重新加载一下 并不是秒开 游戏环节主要是看保留还是被杀 一般来说 这个模型已经是能够满足 大多数消费者的日常用机多任务需求了 以下ESA Pro 12GB版本 有两款应用的被杀 七款APP重新加载二级页面 16GB和24GB版本则是全部保留 红米K60 Ultra 12GB版本 有五款APP重新加载 一款被杀 16GB没有应用被杀 但是有两款重新加载二级页面 24GB则是全部保留 对比来看 16GB的表现确实要比12GB更好些 但是差距倒也不算大 毕竟完全被杀数量上 12GB基本是在一到两个 游戏都能够保留 主要还是体现在APP的二级页面重载数量上 ESA Pro的16GB第二轮都是秒开 K60 Ultra的16GB重载数量从五个变成两个 24GB和16GB的体验基本就没啥差别了 这里我们也是加入了开关内存扩展的测试对比 开启内存扩展之后 两台12GB内存机器都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ESA Pro开启之后 页面重载数量减少了两个 但是完全被杀多了一个 K60 Ultra完全被杀少了一个 页面重载的多了一个 更像是随机性出现的误差 至于更大内存容量版本 在这个环节 开和不开的差距就更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重度负载场景 测试App的数量从12个提升到20个 其他测试项目和上一轮相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模型已经是比较极限了 换句话来说 你平时用手机会需要20个App留存在后台 同时还需要在拍照之后 让游戏和App都不被杀吗 在这个测试模型下 12GB和16GB机型被拉开差距了 12GB的一家A42 Pro有6款应用的被杀 重新加载2G页面有11款 12GB的K60 Ultra有3款App的被杀 8款应用重新加载了2G页面 不过两者游戏依然都能够保留 开启内存扩展之后 两台12GB机型的表现 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 A42 Pro虽然说应用被杀 重载数量降低了 但是测试几次游戏都被杀了 K60 Ultra则是开和不开 没啥差别 16GB版本的A42 Pro杀了一款 页面重载了3个 K60 Ultra杀了一款 页面重载的是4个 不过16GB版本的A42 Pro 开启内存扩展之后有点提升 变成了零杀一重载 反复测试几次都是这个结果 K60 Ultra的16GB版本 开和不开依然是没啥差别 24GB内存机型 一家是零杀零重载 K60 Ultra是零杀一重载 开和不开内存扩展都是没啥差别 在这个测试环节里 12GB内存机型第二轮打开时 机身体感温度相对于16GB 24GB会略高些 估计是物理内存不够 系统会对内存中的部分数据进行压缩 但是频繁的压缩解压 会同时导致CPU负载压力提升 进阶导致机身温度也变得更高了 在上一轮重度负载测试里 虽然说24GB对比16GB表现的略好些 但是这个测试结果差距确实是感知不强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16GB升级到24GB没啥软用呢 那倒也不是 比如说我们继续加大压力 把测试APP的数量提升到30个 其他项目不变 加在王者人1v1拍照10张 播放视频 这个时候24GB就能够和16GB机身拉开明显差距了 12GB内存机身在这个环节直接使汗流脚背 出现了淡量应用被杀 当然A4 Pro和K612T的表现还不太一样 A4 Pro是应用少杀一些 但是游戏直接被杀了 K612T是应用多杀一些 游戏没有完全被杀 进去之后会提示掉线 然后退回到主界面 16GB版本也是存在一些测试差异 A4 Pro 16GB版本应用被杀数量更少 为5个 但是重载页面的数量更多 有15个 关闭内存扩展的情况下 游戏会被杀掉 开启内存扩展 第二轮测试游戏没有直接被杀 但是进去之后还是会提示掉线 退回到了主界面 K612T则是应用被杀数量多2个 但是页面重载数量少了5个 游戏没有直接被杀掉 同样是提示掉线 然后退回到主界面 相比之下 24GB大内存的优势 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A4 Pro能直接做到全部保留 K612T只有一杀一重载 两者的游戏都是正常保留 测试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在总共72轮测试中 每一次打开腾讯视频 拆看后台留存时 几乎是百分百会再次出现开评广告 重新加载时也会再谈一遍广告 B站爱奇艺优酷视频出现的评论 就没这么高了 简单小结 2024年如果你对于手机的多任务需求上限 就是我们第一轮测试的模型 那么12GB内存依然是可以胜任 虽然说体验相比16GB确实会稍弱一些 比如说中高负载场景 贵沙一到两个应用 出现五到七个二界面重新加载 但是游戏都能够保留 尤其是在购买一部分2000左右的终端机上 每两到三百元就是一个不同的定位区分 选择12加256GB完全没问题 各家准旗舰的内存选择上 今天的建议还是上16GB吧 通常来说旗舰机的换机周期会更久 16GB内存未来两年用起来会更加游刃有余 而且从12加256升级到16加5120 除了部分闪存是金字座的厂商 各家加加幅度都不算大 中端机在三般左右 旗舰机是500到600元左右 我觉得还是比较迟的 24GB内存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相对于16GB内存 日常中高负载没啥区别 重度负载场景略好点 但是拉不开体验差距 优势是在极限测试场景下 咬线明显会更好 属于是极限跑分上限很高 但是日常使用编辑效应递减明显 另外一个就是价格因素 可能是今年内存闪存供应链涨价的关系 旗舰机上提款24GB内存容量的机型 其实并不多 如果有的话 大概率也会和1TB的闪存容量绑定 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考虑的核心点 是需不需要1TB的存熟容量 当然如果同闪存容量 刚好有24GB和16GB两个版本 差价300左右 喜欢大内存 想要占未来 可以上24GB 但如果说单纯从16GB升级到24GB 需要加价500以上 那么我觉得其实也没啥必要 视频最后还是需要说明的是 后台留存情况 其实并不直接和手机的流畅度挂钩 这方面还是得结合手机本身的优化 处理器平台来看 旗舰平台加12GB内存 肯定会比入门平台加16GB内存更流畅 火龙888建议机型 即便是配备了16GB内存 为了保证续航 各家厂商的后台策略 肯定也不如现在手机来的开放 多开流畅度 肯定也会有明显差距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2024年 手机12GB 16GB 24GB内存的测试对比和购买建议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关注 这是我们自飞购买手机 做评测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不要让去我们淘宝片链逛一逛 看一看 搜索更多优质可谋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